好了 我们现在 到达我们吃饭的地方了 丰顺府粤菜 粤 粤菜里面的顺德菜 粤菜里面它也有区分的 顺德菜 顺德菜 要不要 很新鲜的 这个奶油味很甜 你给我一个这么大 这么大 来 把郭老师比比看 郭老师这个 我好像比郭老师这个大 郭老师的大 郭老师的大 这可以 但每个都是我头 好 先吃一个草莓 甜吧 不关钱 铁锁骨皮了 你看 它这种白的部分 它都 我就发现对吧 就萧萧买的东西都好吃的 都好吃对吧 确实好 贵啊 你们买20块钱一斤 我买35 这个草莓35一斤 你想想看 猜几个 20个有没有都不知道 这个叫什么 这个顺德鱼生花型 什么 顺德鱼生 顺德鱼生 这个要拌的对吧 对的 来 哥们拌一下 这个花生油 花生油 好 都没有几口 对对 没几口 我看一下啊 就是 左口鱼的鱼肉 是吧 这个鱼叫左口鱼 什么左口鱼 还没吃过呢 左口鱼 就和那个多宝鱼差不多 也是扁的 也是扁的 扁的 长口的 是吧 我们让他拌满 这个先尝尝好了 嗯 这个冷掉就不好吃了 顾老师 动快 冷掉就不好吃 今天你是蘸了那个顾老师的瓜 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是顺带带的 对吧 顺带带的 对吧 顾老师 今天我是借你瓜啊 是吧 嗯 好 尝尝这个鱼泡泡啊 油也挖 胡椒还也挖 油也挖 胡椒还也挖 嗯 嗯 泥乎乎的 直接 直接一口吃啊 一口吃啊 嗯 它里面 它里面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都有啊 好吃吗 就是我的感觉和顾老师差不多 第一口难以形容 嗯 不知道怎么怎么说 各种味道 各种味道 第二口是不是能稍微吃出点鱼肉味 我第一口吃不出鱼肉 第二口我能吃出鱼肉 第二口吃出点鱼肉了 就是如果说要形容的话就是 各种香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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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生的香味 洋葱的香味 葱丝的香味 萝卜丝的香味 萝卜丝的香味 有没有吃出那种脆的口感 它的脆的口感是来 来 来用花生米跟它那个一口 芋头 对啊 它一口的芋头的那个芋头丝是炸的 多宝鱼两吃 嗯 我尝尝 你先加点顾老师 顾老师在抽烟我不加给他 嗯 你自己的 这个是清 清真的 是吧 我为什么喜欢吃多宝鱼 因为多宝鱼它没有刺 刺的呢 这个 这个它这个骨头都是大骨头呀 哦 这个植盐呢 嗯 这个是腊胃包仔饭 这么大一锅饭 哎呦 吃不掉 这个可以够 10个人吃了吧 差不多 够的 你怎么点了这么多啊 啊 它这个包仔饭量超大的 我今天上次没有吃 就是我点货了 那有一个有一个小分 就是大分 那我点错了 这个饭呢 香是很香的 里面有 香肠 这个是 鸡腿啊 咸鸡腿 辣鸡腿 辣肉 三样东西 香很香 里面肯定拌过猪油了 什么鹅 这个是 生井烧鹅 生井烧鹅 嗯 来 胡老师尝尝 先吃块叉烧吧 他都在这个上面 他要三酱的 嗯 就是梅梅子酱 嗯 还可以吧 吃一碗烧鹅 他的烧鹅是不要中 他这个烧鹅是 258块 顺德就是那个生鱼片 268 多宝鱼 188 这个包仔饭要238 这么贵 这个好像有点 这个包仔饭有点贵了 有点贵了 238块钱 对 加在一起 121225 这顿饭呢 是我们的这个前舅妈买单的买单的啊 哎 前舅妈谢谢你啊 谢谢你 凭我还有小姑老师 然后有些菜呢 我们没吃掉 说把这个烧鹅给打包了